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夏诗 首先来看今天的马股趋势 美国联储局如预期般升起 亚洲股市陷入观望整理 马股也摘富震荡 全天为跌2.34点 以1790.01点蔽市 至于汇率方面 马币表现强稳 对美元走强至4.2570令吉 对其他主要货币起落不一 对新元则下滑至3.0875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的市场交易数据 本地机构今天净买4196万令吉 而外资及散户则个别净卖出 3166万令吉 以及1030万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 & White的单元 首先来看雇员公积金局 EPF属下马资源的最新消息 公积金局持有高达33.91%股权的马资源 多次表示打算脱售东部疏散大道 至今依然未有下文 可是工程部长拿杜斯利·法迪拉 今天却表示 东部疏散大道和另一条 士乃迪沙鲁大道双双面临破产 而要求政府出手接管 不过法迪拉强调 政府不会拯救这两家大道公司 而是考虑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其实东部疏散大道早在启用前 就已经传出大道公司面临财务压力 而要求政府收购 后来这项交易因为价钱谈不拢而告吹 接下来看绿盛市的最新消息 绿盛市总裁兼首席执行员 南都曾建华表示 截至5月31号为止的7个月内 该公司已经取得17亿0500万令吉销售额 有信心在2017财政年达到41令吉的销售目标 绿盛市今天也公布截至2017年4月30号的第二季业绩报告 在各个房产项目的带动之下 绿盛市的营业额上扬9%至617002万令吉 不过受到可负担房产低转幅影响 该公司尽力为跌3%至3368万令吉 最后有马兴集团的消息 马兴集团放眼新计划以综合新发展模式或城镇计划为主 并相信巴生河流域的产业需求将继续走强 因此计划在该地购买更多土地 以发展可负担及符合大众市场需求 价位低于50万令吉的产业 马兴集团董事经理丹斯里梁海津表示 以公司现有的资产负债表估算 目前该集团负债率起于0.02倍 因此还有11令吉的预算空间可以用于勾低 梁海津提到 现阶段还在与许多的地主洽谈勾低 大部分都还在初期阶段 他希望新购的土地可以在成交后的6到9个月 推出产业发展计划 今天的财经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